向左出轨早就被郭碧婷说中了 宝宝不要她 然后她也没有生活能力 向左叫板郭碧婷 让她生完孩子不要出去工作 那你又对 我们以后结婚以后 尤其生孩子以后的 经济状况 经济状况 这个很实际的东西 来了实际话题 我们的小家庭跟孩子 就我来搞定 我这个方面比较传统 我不需要我的老婆 我的家庭 让他们自己去 幸福挖钱回来 这是男人要做的事情 这个我理解 只是我反而会有一点压力的 你可以发现你自己去买衣服 你养自己另外的家庭 另外的家庭 郭碧婷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刚嫁过去 就被向左一家各种催生 我有朋友生了孩子 今天 好年了 我妈妈就很期待 期待我们的小孩 超级 超级 超级脆的 尤其我妈 抓紧时间 对 所以你们也该抓紧时间 工作归工作 生活也不耽误吗 多好玩呀 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排行走 对 在城里很难养啊其实 因为他基本上他学费啊生活费都很贵在城市里 而且他们压力也很大 小孩压力也很大 所以 变得父母压力也很大 我们这边实在不行了就去放牛 再不行就去放羊 实在不行就给别人穿烤肉 郭碧婷还没过门 向左就开始定规矩 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 对彼此有一些什么想法 我也要说希望 对方在结婚后 我们共同维持的一个概念 我们可以简单一点叫公约吧 两个人写婚前公约 互相的承诺 公约怎么写 约 约 约的约 约约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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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约 好 我觉得女孩特别喜欢看这个 有炒鸭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吗 对对 像我写这么多 希望有一天你的房间可以收拾好 等我有一个小小的位置可以住 哈哈太乱了 你这里比较像希望了 有没有就是那种 不是希望了 这个是一定要做到的 这个本来就会做到 我们一起 多久了都 七个月都喊你喊 哈哈哈 过来这七个月 我都没时间 收拾一个房间 要多少时间 完了完了 郭碧婷被众人催生 郭碧婷一脸苦笑太尴尬 哎你们多吃点提纸 提纸 提纸 提一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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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们都很年轻吧 现在我们都35岁 哎 那个就是我们刚刚有孩子的 的年纪 对对对 我觉得是完美 那你们两个人喜欢孩子吗 喜欢喜欢 男不喜欢啊 哈哈哈哈 我觉得是完美 小孩非常的可爱 会让你发现说哎 原来我也有那种爱在里面 会发现自己很多爱 我们已经认识了那么久了 差不多30年了吧 那如果我们没有小孩 我们的话题没可能那么多 可能会各自为证 各自为证 哇很厉害你的你的成语 哈哈哈哈 成语很厉害 向左情绪激动开车太快 郭比平当场被吓哭 我们继续指导 你好贴哦 我会怕 怕什么 很贴 我压力好大 它开的有点快 太快了 我不知道 可能因为路太小了 很贴很贴 怕怕的 每天我们来外面 我们可以慢慢的悠悠哉哉哉的 不着急开快 这里有树 啊 这里有树 啊 不高兴 快哭了 这星期咋了 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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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有点拜托你 向左当着郭比婷的面题初恋 还想带着郭比婷去她家 这个门口有个故事你想听吗 什么样的故事 第一次喜欢女孩的过程 第一次喜欢女孩的过程 没有吗 这板子好大啊 她就住在这里 这里 哦她住 哦是吗 她现在还住这吗 她现在还住这 真的吗 你要去找她 找她玩吗 你要看她在不在 不要了 她快要结婚了 她快要结婚了 好聪明 你现在什么意思 她快要结婚 你们还是朋友 什么鬼啊 我不好 没有跟她谈过恋爱 就是那个时候 每天就是过来看她一眼 嗯 我觉得 她是因为我很胖 我还聊这事呢 特别胖 我觉得只是因为当时她可能 还没有任何谈恋爱的想法 不是她不想谈恋爱 像左郭碧婷窝在家里嘻嘻打闹 刚在一起时还那么甜蜜 然后我之前跟你那样一样 我是像这样 情侣款 我好很多了 情侣款 我好很多了 我看你是不是很迟了 我以前真的是这样 我以前是 你以前是 你以前是 你以前是这样 是有 你以前是这样 是磨案的啊 对然后很厚 就觉得我好很多 你不要欺负女生 我没有欺负你 你没有 小力点啦 你还忘了 你昨天才把玻璃摔碎了 哈哈 我真的不小心 我想把它放在地上 啵就摔 就摔 你就力气很大 哈哈哈哈 我当打理都没感觉吧 可是我又死了七成的力了 有一点点 蛤? 有一点点感觉 你有这么脆弱吗 蛤? 有这么脆弱吗 一点点感觉 一点点 知道有人在碰我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天啊 哈哈哈哈哈哈 烦了你 哈哈哈哈 郭碧婷采访谈 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 啊 哼 哼 累累吗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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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一直都希望 可以拥有自己的小甜蜜 其实期待了很久了 这样吃要剩下来赶快吃 以后感觉如果怀孕了 就不能这么吃了 如果就是有小孩就照顾小孩 对我于我而言 我是可以家庭跟孩子兼顾的 就是女生身为孩子 又是另外一个阶段 就算她休息 我会在这里负责很多 养家啊 经济上的条件 其实我很享受跟孩子玩 闪会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其实你要面对很多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为什么都有个认知 就是觉得人生这样一次 这样走下去也蛮好的 我在这样小时候 那么想要一个人 郭碧婷养了太多宠物 精力全在他们身上 很幸运 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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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狗是特别特别的 对 哎我不得不说 对于向左来说 就这群狗也是个 关卡 对 养这么多狗必须有精力 对 要剪毛 要洗 要洗澡 洗澡 很多工作要做 要打防疫针 对 以前我家有狗 这活都是我干 二哥你没干过这活吗 我后来撒脱会的 他叫我用手去抓我真的不大 二哥你顾全是你顾 其实心里面也还是要烦躁的 装了一样 耗尽了所有的耐心 向左以为郭碧婷一职淑女 郭碧婷直言 我二十岁比现在可怕 这样像天线的 天线 这样好像很难掉 天线宝宝 很强一点 你怎么看了呢 网路上的天线宝宝拍摄现场 没有 天线宝宝超巨大的 好好注意他 好好注意他 我会以为你说我会注意他 你有特别多 一些奇怪古怪的知识 不是我奇怪 因为你活得太粗糙了 真的如果二十岁 我们认识 应该就 应该就没有在一起 你是谁啊 你二十岁就这样吗 对吧 没有我二十岁比现在还可怕 还可怕 你也很怕 我会怕人